我现在要告诉你说 当你刚下载下来这个程序 你是不是要执行它 安装它 怎么做 首先第一件事情 麻烦点选这个资料夹 所以画面再借我用一下 如何去安装 安装Power BI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这个档案总管 档案总管里面 点一下之后 再下载 可以看到这个执行程式 这个执行程式 然后麻烦快速点两下它 去把它安装完毕 好麻烦请现在各位 来动手来去做安装Power BI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有美国超市 那个销货 销货的资料 对不对 美国超市的销货资料 不要开 我们现在要开的不是它 我们应该要打开的是在我们桌面上的Power BI 当你安装完毕Power BI 其实第一次它就帮你打开 可是当你关掉Power BI 你会发现桌面上有一个Power BI的图示 对不对 好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Power BI如何打开 当然你第一次安装好 它已经帮你开了 可是当你关掉Power BI 然后你就会发现桌面上有Power BI 它其实有论坛 论坛就是大家都在讲说这套软体该怎么使用 有什么优点 它们就形成了一个讨论区 然后接下来它还有很多的教学影片都在这里 甚至还有部落格 它每一个月都会出一次本月份更新的新增功能 所以你都可以一直不断的去看 那这边有可以看到这边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这是第一个它推荐要做的事 再来如果你要协同作业 你要共用 共用 你一定要登记 你一定要登入 登入的话 各位因为我们是大专院校 所以Wilm公司针对学校是免费使用Office 365 但是你今天你要共用 你要共用 我要告诉你 还是比一般人优惠 一般人是一个月9.9块美金 就差不多10块美金 可是如果你是学校 你要使用这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